新政府在花六四縣瑞港公路危險及道路友善改善工程期間 部分路段實施交通管制 不僅影響到居民交通 更是嚴重衝擊到泛舟產業引發地方民怨 紛紛向相待會的主席陳廖安來陳琴 期盼可以彈性調整管制時間 從一點開始陸陸續續接摩車 會走瑞港公路回瑞穗 有時候不小心打到就會產生摩擦 面對方中業者的陳情反應 施工廠商也有話要說 我一個小時我放10分鐘 我等於只有做50分鐘 可是這50分鐘當下 我的如果 因為現在都六七十米高的吊車要來施作 然後後續也有100來噸的吊車會過來 這過來一伸腳就是整個就是阻擋 目前花六四縣瑞港公路 兩公里到22公里處危險路段改善工程 進度已達到57%左右 距離完工僅剩下不到兩個月 尤其目前編駁刷拨 部分工項需要大型吊車作業 需要很多的時間實作 現在要延長交管時間 施工廠商壓力三大 我收腳架 它如果80米90米要收桿的這個時間 至少要10分鐘 等於是我出去一次 我要張開生10分鐘 我要收的時候再10分鐘 其實我只剩30分鐘可以實作 等於是都已經切半的時間了 協調會現場不僅泛州業者抱怨 連施工廠商也一路之苦水 雙方都有所堅持 與會的相待會主席陳廖安 以及多位代表 縣政府建設處科長也不斷討論腦力激盪 磨合出施工進度交安 與泛州產業生計兼顧的方法 我們也希望你趕快完成施工 那也不要太影響我們業者的生存 先示範這三個點 都各延長10分鐘 或許就可以解決一些困難了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協調討論意見交換 在不影響施工進度的情況下 最後達成初步共識 那針對泛州業者要通行的部分 我像剛才經過會議的討論 大家也有共識 那在整個旺季8、9月的禮拜6日 我們會有三個時段 各延長10分鐘的放行時間 那讓整個泛州業者中午要送便當 跟下午要在遊客去坐火車的時間 更充裕 那避免影響到他們的運作 縣政府建設處也進一步表示 為了提升瑞港公路道路安全品質 截至目前為止 中央與縣政府總共花費8億多元的工程經費 來推動執行 後續也會提報中央第三期 預計5億的經費 來修築改善沿線的橋樑設施 因此未來幾年 瑞港公路將進入建設的交通黑暗期 也期盼民眾以及泛州業者都能共提時間 記者是玉蘭瑞士採訪報導